比亚迪原来这么牛 在国产新能源车中一记绝尘力压群雄 销量在各个车型里都排进了前五 傲视一众合资车 比亚迪这走势颇向当年的小米 华为干掉一众国外品牌的手机 就剩个苹果在抗衡 现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除了特斯拉其他的 无论是国产新能源汽车 还是国外的 都不是比亚迪的对手 据案思维 2022年7月份 比亚迪正式宣布进军日本市场 日本媒体健壮惊呼 中国黑船又来了 日本市场非常封闭 年销维持在400至500万辆 本土品牌占比长期超过九成 并且乘用车销量超半数 为价格低廉的小微车型 对于外来者来说 入局门槛高 收益又很少 不值得投入 2016年 福特便做出了退出日本市场的决定 理由是这里太排外 而日本由于节能车技术成熟 充电基础设施欠发达 导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足3% 属全球吊车为水平 因此 大多数以智能电动化建长的中国品牌 也不把日本作为首要的出海市场 在混合动力汽车技术方面 丰田 本田等日本车企可谓技高一筹 日本市场又怎么会接受外来品牌呢 所以 比亚迪另辟西径决定投放纯电车型 另外还有重要原因 就是日本有个特殊的规定 现有了车位才能买车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来买车的消费者肯定有车位 那自然而然的 私人充电桩肯定是绝对有条件安装的 毕竟日本的车位 大多数应该就是一户建里面的车库 安装充电桩根本就不是问题 也不需要像国内那样跟物业做斗争 再加上新能源车在日本的渗透率非常低 这就导致了纯电动车 在日本其实算是一个新东西 而日本本土的消费者心智中还没有被占据 而这也是比亚迪进驻日本市场的机会和基本逻辑 近日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靖岗斯巴鲁汽车的子公司当地时间周四发表公告称 靖岗县的首家比亚迪展厅将于10月20日开业 该门店位于城市中心的商业设施靖岗 Modi一楼 报道称 靖岗斯巴鲁于今年2月与比亚迪的日本法人 签订了正规经销商合同 随后成立负责销售的全自子公司 Koodi Earth 并计划在一至两年内于当地宾松市 找金市开设比亚迪店铺 社长川岛广集指出 日本消费者还对纯电动汽车和中国车感到陌生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打算充分发挥靖岗斯巴鲁集团的技术优势 通过售后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放心体验 该展厅将展出已经在日本开售的SUV车型 9月20日上市的海豚四门轿车海豹登陆日本后 也将与该店展出 此外展厅将受理试乘试驾 检修等多项业务 目前该店已成立开业筹备室 用于提供汽车保养等服务 为什么这次会选择这三款电动车引入日本市场呢 首先 比亚迪海豹的产品力和特斯拉Model 3很像 而且海豹的产品力更胜一筹 比亚迪将海豹引入日本销售的目的 就是要和特斯拉的Model 3进行竞争 同时 海豹也是比亚迪目前产品力最高的纯电车型之一 而引入海豚的目的 是因为日本普通民众买车子主要是看尺寸 因为尺寸越小交税就越低 所以 日本的K-Car之类的经济车型卖得很好 海豹的体型比较接近日本K-Car的尺寸 要知道 K-Car车型是日本汽车市场最大的细分品类 同样为了适应日本市场 日本海豹调整了高度 以适应机械式停车场 并增加了安全功能 如物彩油门抑制系统 和诱饵一望检测等安全功能 至于ATO3就更不必说了 作为王朝王第一辆一平台3.0打造的纯电车 ATO的产品力丝毫不比Model3弱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一直都给人一种感觉 这就是一款专为出海打造的汽车 不少日本网友看到这里也表示 日本在电动车领域的进展迟缓 感觉日系三剑客要完蛋了 日本的支柱汽车产业将被摧毁 也有日本网友吐槽 日本车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专用车 中国的纯电动汽车才是日本的未来 同样比亚迪汽车在此前就曾表示 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25年底 在日本全国拥有一百多家展厅 除了此次新开设的静岗线外 其在日本在迎接计划中的店铺已达50家 我们将致力于让日本消费者 感受新能源车卓越的性能 独特的设计并让比亚迪电动车 走进日本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中国汽车行业的出海新时代 由比亚迪递出中国车企的 最有分量的名片 正在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新浪潮 早年的中国车企 进决海外市场 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 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是打开第二增长曲线 实现全球规模化的重要战略之一 中国的汽车发展较晚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由于技术 产品力和准入性等方面的撤肘 中国车企难以在全球市场 取得较大突破 随着比亚迪为首的 中国汽车品牌形象的上攻 新能源领域的换道超车 出见成果 中国车企正在全球爆发的浪潮中 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这是中国从汽车大国 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经之路 如今比亚迪在中国市场中 一车难求 排队等车都要几个月以上 在一波骂声中 比亚迪以迅雷之势 步入出海新时代 获得网友神评 不错 让小日本感受一下等车的煎熬 2023年10月 日本新车销量表现积极 同比增长19.7% 增幅接近五分之一 销量接近40万辆 达到397672辆 按年看 2023年头10个月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一 销量超400万辆 达到405158辆 这是日本新车市场 自2019年以来的最好水平 比亚迪同比增长 百分之3350 增长超33倍 增幅惊人 当然 这也和比亚迪 去年同期的销售基数 比较低有关系 10月份 比亚迪在日本销量为138辆 排名第28 排名和9月份一样 其实早在2021年5月 比亚迪宣布乘用车出海计划 将挪威作为开拓海外乘用车业务的 首个试点市场 当年年底 比亚迪一次向挪威交付 1500辆糖 EV 随后陆续进入哥伦比亚 乌拉圭 巴哈玛 多米尼加 巴西等拉美地区 以及澳大利亚市场 同时拓展至瑞典 丹麦 德国等欧洲国家 今年3月 比亚迪泰国罗永府工厂 正式电机投资约人民币36亿元 预计2024年开始运营 年产能约15万辆 产品将主要投放泰国本土市场 同时辐射周边东盟国家 及其他地区 这也是比亚迪 首个海外乘用车生产基地 再到前不久前10月举行的东京车展上 比亚迪携海报 仰望U8等5款新能源车型 及核心技术亮相 也成为史上首家参加该车展的中国车企 截至2023年10月 比亚迪全球新能源汽车 累计销量超过570万辆 新能源汽车足迹 已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及地区 超400个城市 在泰国 巴西等地 接连斩获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冠军 王传福曾表示 汽车行业已进入淘汰赛阶段 未来3至5年将发生大变革 对于企业而言 核心技术 好的战略方向 快速决策机制 是至于生关键 比亚迪的规模化优势 品牌优势 技术优势 将助力比亚迪在未来竞争中 优于同行 比亚迪有信心 在未来3-5年 获得更高市场份额 8月9日 比亚迪第500万辆新能源汽车 正式下线 成为全球首家 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车企 在当天的活动上 比亚迪还播放了一个 海阔天空的视频 唤起了不少回忆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 在当晚的演讲中 深情回顾了 比亚迪发展20年的历程 多次哽咽 甚至热泪盈眶 王传福说 2003年 比亚迪带着新能源的梦想 进入汽车行业 不过 比亚迪的初期日子 并不好过 一个做电池的 怎么敢做汽车 各种质疑和嘲笑扑面而来 王传福说 迎着这些质疑和嘲笑 比亚迪没有放弃 坚定地走着一条 没有人走过的路 中国人在很多个行业 都惊艳了世界 那在汽车行业 我们为什么不行 比亚迪要做一道证明题 证明什么呢 证明比亚迪可以 新能源可以 中国汽车可以 我们靠什么证明呢 我觉得核心在研发 在技术 比亚迪从一开始 就非常注重技术创新 早在2002年 我们就在动力电池技术上 大量投入 2003年开始混动技术的研发 在技术研发上 我们累计投入上千亿资金 王传福称 在最近的12年 比亚迪有11年的研发投入 超过了当年的净利润 甚至很多时候 是净利润的3到4倍 我很清楚地记得 2017年到2019年 比亚迪连续三年利润大幅下降 尤其是在2019年 净利润只有16亿 但在研发上 我们还是咬牙 投入了84个亿 很多人笑我们 这是在烧钱 王传福哽咽了 他指出 比亚迪深知要把车做好 要想发展新能源 没有核心技术是不行的 技术研发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新长征 在这条长征路上 比亚迪没有犹豫 一直把技术自研作为我们的坚定选择 也是唯一选择 也是唯一选择 三年利润大幅下降 这条长征路上 过程偌利空